在我們公司見到第五波疫情之後的發展 其實本質上在疫後之後 並沒有在底層上改變很多消費者的習慣 但它大幅加速了很多香港本身很落後的發展 包括剛才提到數字化或者電商的發展 我相信在未來的速度會繼續加速 而且會保持到部分消費者的行為習慣 對於未來來說 我相信是持續在去中心化發展 我覺得在去中心化的浪潮中 其實企業之間應該需要更多的互動、聯繫和合作 和當年的時候比較集中 在只是看自己企業的時代不同了 我覺得大灣區的發展和香港要捕捉這個機遇 我們很多企業都說了很多年 經激滿途都遇到很多困難 無論在流量層面上、物流、清關、金流層面上 其實在市場上已經有很大量的方案去解決這件事 在我自己的立場來看 可能是更加需要將香港優秀的企業 去聯繫一起 我們一起進入大灣區 這個位置裡面 我相信TVB作為香港最大的媒體公司 是可以在流量層面和內容層面上 幫不同企業赴能 今天其實也挺高興的 因為在疫情之後 很長時間很少有機會 有這麼大型的會議 和很多業界的領袖交流 所以今天看到大家 我們作為一個正常的人 都很需要有一個面見面的互動 今天看到很多老朋友和新朋友 我相信接下來可以繼續去互動 去合作的地方都比較多 我覺得這些會議 如果可以持續有更多的話 就會更加好